中聯辦亦發聲明指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推遲選舉的決定 克服情理、順應民意 但一些環顧攬炒派 執意借今日這個原定選舉日期煽動街頭對抗 說這種在疫情下公然違反限聚令的非法行徑 是對相關法律和國家意志的公然挑釁 亦是對廣大市民生命安全的冷血漠視 煽動和組織街頭鬧事的人 瘋狂散佈各種謠言 不斷抹黑內地對香港抗疫的援助支持 致市民安全和公眾利益於不顧 是毫無底線、喪盡天良 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和香港警方果斷執法